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变了这些时间用中火大小小的 我认为千二火 炸到分钟之后 炸到后面脆了 就可以反转了 好了 这些面已经煎炸了两分钟 现在翻上去做融入面 因为翻这个过程里有少少高硬度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夹色融入面 好 扭多一些锅鲜之后 再翻翻翻 这些鲜蛋 炸到对的鲜蛋 像这样都煎炸到对的锅鲜之后 又煎炸2分钟 现在再翻翻 然后把火转大 转到千八 一分钟 最主要是逼油和炸的脆口 一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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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了一分钟 一分钟 炸完鱼之后 煮出汁料 炸完鱼之后 放入1汤匙 放入葱油 和1-2汤匙 放入葱油渣 放入汁料 放入1茶匙生抽 放入半茶匙粟粉 除了2元 加入整理鱼版 Royal 刚才使用炸鱼鱼的煮温 拿去溶分 把鱼丫eld 在用licuntu 流出茶匙 到后 加弃。。... 微 indirect鱼 把鱼炸到辣 потом 好,差不多了,這個結豆 這個結豆是再負責任意義,沒所謂的 其實你可以磨碎都可以的 好,完成了,那我倒上去 然後再和大家繼續 好了,這個就是之前說的 想想怎樣用蔥油渣煮的菜 做了這個蔥油黃魚給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,喜歡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給個like,支持一下我,多謝大家,bye bye